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龙右圈急急地推開門進來 嚇了我一跳 幹甚麼呀 隆頂天望向自己妹妹問 康良平被捉了沒有 隆右圈沒有理隆頂天的話 直接問康良平有沒有被捉 暗的事被人叫了幾位 就再都沒出來 現在到底怎樣 我都不知道 康良平還能不能出來 不是多可能 聽牧師說那些錢足以令他死 康良平能夠去國土局 據說是走了黃明亮的路 這裏會不會有問題 隆頂天沉淫了客 在康良平身上做文章 獻出黃明亮 幾可能呀 我相信黃明亮不會那麼猛的 隆頂天想了一下 搖了搖頭 我倒是覺得很有可能 我雖然和他交往得不多 但也沒有甚麼仇怨 隆頂之所以挖過桿 是因為他近來和倒天明下都很 但你如果說他會出問題 那不是多可能 他一向都很緊實 到底會不會有事 我們誰都不知道 但是康良平一定 國土局副局長 在不久的將來 是要接 但是家裡收了這麼多的現金 萬一黃明亮真的有問題 要多些同齊原記書 隆頂天聽到隆友軒這樣說 眼尾成了條線 他說入必的意思再明白不過 那就是要隆頂天做好接替黃明亮的準備 至少都要爭取一下 這點隆頂天還真是不敢想 他覺得黃明亮不會那麼猛 但話又說回頭 誰糊塗 身手的時候都不糊塗 甚至是覺得自己精明無比 覺得會有希望 你不試下 誰知道沒有希望 莫小雨這次是否 倒是被我們送了一份答 我倒是好想和你說下 到底是怎麼想的 你以為莫小雨為什麼要和康良平過不去呢 我找人問過 是因為康良平雖然調離她的手 還在電視台上 這件事肯定跟她有關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龍幼圈不想聽這些 而且一聽到龍頂天說這些就煩 她煩不是因為不喜歡莫小雨 她心裏這個時候也有莫小雨 只不過這條臭小子太不靠得住了 今天這裡一個 明天那裡又出現一個女人 令到她沒辦法忍受 所以想起這些就煩了 莫小雨簡直就是一個花心大蘿蔔 自己也是一個有身份的人 自己又不是找不到男人 只不過不想找 為什麼要跟別的女人分享一個男人呢 這個是龍幼圈深入邊的實話 但就不可以說出來 康良平在市委開會的時候 被紀委帶走了 其實叫她去市委開會 也是紀委的主意 這樣可以出奇不已 她來的時候 深入邊也在這裡打鼓 但猜不到會這麼快 而且自從跟林晶晶分開之後 她亦都聯繫過林晶晶 那時候林晶晶已經慣了機了 因為林晶晶聯繫她的時候 她沒有接電話 所以最後一個聯繫機會 就這樣錯失了 到這裡就不用再說什麼了吧 唐州市幾位第一室主任 曼天成 坐在康良平的對面就問了 主任 我真的不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 康良平的面上 那些肉震了一下 強壓著就要散亂的心神 康良平 做了什麼 難道忘記了嗎 還需要我一個個提醒你 如果我們不是找到確切的證據 會把你帶來這裡 曼天成不苟然笑地說 不知道你們聽了誰的謠言 拿了什麼證據 但我是冤枉的 我真是冤枉的 你們千萬不要冤枉好人 好吧 康良平 進來這裡 開始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不說自己是冤枉的 但是到了最後還是要交代自己的問題 你難道也想來一次 沒問題 我陪你玩 康良平 我不敢說你是唐州歷史上最大的貪官 但目前查出來的 你絕對是第一號 如果不是青眼所見 真是很難相信你會收這麼多的錢 漫天成面無表情地說 這次康良平的嘴唇有點震 但就沒有說說 收口不出聲 或者是他現在唯一的選擇 你認識吧 你放在他家裡高樓的那些 現在還沒查出來有多少 附近銀行的點鈔機都被蒸用了 恐怕連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吧 漫天成看著康良平 點了一支煙 他有足夠的耐心等他崩潰 隔了一會 康良平震著手地說 我一支熱 說吧 說了的話 每日都有煙食 你想怎樣吃都行 漫天成不為所動地說 康良平吞了一口口水 沒有出聲 漫天成拿起桌上邊的遙控器 打開了長角掛著的一台電視 那套入面的畫面播放出來之後 康良平一下就站了起來 隨即被身後的武警按在椅子上 康良平之所以這麼激動 是因為畫面裡面有林晶晶 康良平瞬間就好像被抽空了那樣 藉著武警的力度 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 這位林小姐就比你聰明了 交代問題比你積極很多 我們一向都很歡迎這樣的人 你做的事你不說 反而要別人看你說 那就不是幾一樣了 漫天成彈在煙灰就說了 這次康良平真是知道了 自己畫在自己所有的女人裡面 林晶晶知道她的事最多 她也都最信任她 這樣才把這麼多錢都放在她家裡的 但現在看來一切到張大白於天下 你們想要知道些甚麼 康良平抬起頭說 想知道這些錢都是從哪裡來的 就這麼簡單 漫天成講完 事已身邊的人開始記錄 好了 我說 康良平點頭 到了年底 電視台的確很忙 紀何慶剛剛接到莫斯瑜的鄉下 莫家台村村長主任 也就是莫斯瑜的唐叔 莫家閣打過來的電話 從鎮上到院裡都很重視 一路綠燈 希望唐州電視台再去村裡考察 爭取盡最大的努力 將這個節目錄製好 給了電話 既我輕很高興地 去了杜曼雪的辦公室 匯報這件事 但想不到一進門 就發現有兩個男人 坐在辦公室裡面 正在跟杜曼雪說些甚麼事 你去召集一下 我們各個部門的負責人 還有這幾個人都通知去會議室開會 15分鐘之後開會 紀何慶不知道這些人是誰 但看樣子好像發生了甚麼事 紀何慶去了辦公室 逐個打電話通知開會 基本都聯繫到了 但唯獨林晶晶 無法聯繫 知到了 林晶晶 隔了一陣 紀何慶再去杜曼雪的辦公室 匯報 好了我知道了 去開會了 兩位其他人 杜曼雪問那兩個人 在地下遮褲等的 那好 叫他們上來了 現在就開會 杜曼雪說完 將這兩個人讓出辦公室 紀何慶一頭無水 但想問杜曼雪到底是甚麼回事 杜曼雪很嚴肅 而且那兩個人 亦始終不離左右 他都不開口問 就一直在會議室入面 杜曼雪入去之後 納納納亂的場面 慢慢安靜下來 這些人入面 還有人在這裡撤撤詩語 不知道在說甚麼 但杜曼雪就沒有制止 因為他知道 這兩個人 馬上就有地方好好講話了 開個短會 這兩位是市紀委的高作人員 點到誰的名字 請起立措施 下面開始點名了 杜曼雪的話一出 現場馬上嚇著無聲 有幾個人的臉色 馬上變得灰暗了起來 自己做過甚麼 自己還不知道嗎 所以他們心裡都有數 現在報應的時候到了 基爾卿嚇到目瞪口外 因為他感覺出來了 這些被帶走的人 沒有一個不是康梁萍 擔任陀嘴的時候的紅人 但現在他一個個被帶走 最厲害的一個科室主任 自己都站不起來 是被幾位的人架著走的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甚麼回事啊 幾位的人在門口等著 出去一個拉一個 直到不再叫出名為止 會議室裡的人都小聲地在這裡詢問 大家安靜一下 杜曼雪走到主席位 這句話一出 再都沒有人敢出聲了 都看著台上的這個女人 心裡一直都在這裡回憶 是不是哪裡得罪過她 為什麼會這麼狠 一下就把台中三分之一的骨幹 全部都交給幾位 昨晚幾位把康梁萍帶走了 就是你們的老台長 所以呢 我在這裡說 我來台中沒有多久 直到台中的具體情況 都是康梁萍交代出來的 有男有女 有領導 也都有一股 剩下的 如果康梁萍沒有點到你們 我建議你們自己去幾位置 這樣可以寬戴處理 各位看著來做吧 散會 杜曼雪講完 就離開了會議室了 既有興這個時候 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唉 現在怎麼辦 一下就走了這麼多人 年底才來交出這樣的事情 那不是在這裡搞死棍嗎 這些人的事情誰來做 回到辦公室 杜曼雪把文件夾 用力地扔在桌上 但是幾位的人來帶人走 他又不可以說不給 那不是就變成了包庇了嗎 機可卿倒是很高興 你什麼意思啊 杜曼雪一疾就問了 我是八成和莫小魚有 他怎麼會和這些事搞在一起的 杜曼雪一聽和莫小魚有關 瞬間就遠了下來 坐在座椅上 視野機可卿都坐下 前面的說話說 說在我能夠找到的 叫他不要插上去 他竟然 唉 機可卿誓言坦坦地說 哎呀 真是氣死我了 真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你說一走這麼多人 我們的節目怎麼辦 雖然不是什麼好事 效 結一致的機會 即使都不夠膽 再有什麼風落 我反而覺得 都割好他 你說得沒錯 但這件事實在太突然了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 但肯定是用了不少的力的 我實在是不想讓他為我冒險 杜曼雪這一次 沒有再收斂自己的感情 當著機可卿的面這樣說 這還是第一次對莫小魚 流露出這種情意 唉 記得 你以後少在他面前說這些事 這個是體制入B的事 你和他一個體制外B的人 說什麼 他又不明白這些 萬一使錯力 出了什麼事 那怎麼辦 杜曼雪沒有來好戲 對機有興說 不斷說一下 去做 這個方案 他沒有拍攝的事 已經有微 杜曼雪擺了擺手 懶得理他 齊元正正在批閱文件 自從來了唐洲 他忙著下去調演 看一下怎樣找到一條 適合唐洲發展的路 令到唐洲盡快發展起來 實際上他的壓力很大 一個是唐洲政壇表面上的平靜 很不正常 另一個就是發展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這是他最頭到的地方 齊書記 使幾位臨書記來了 秘書敲忙進來說 請他進來 斟茶 齊元正誘了一下 跟著說 自從他到任之後 其他的常委都來自己這裡坐過 但這位幾位書記 還是頭一次來 不知道到底是因為什麼事 齊書記 我這次是第一次登門 不成敬意 一盒茶葉 價值三百元 林宇石入門的時候 手裡面拿著一個鐵盒 開玩笑地說 老林啊 我還在想 林書記是不是對我有意見 為什麼連臉都不見花痴 看來真的對我有意見了 要我收下 坐 齊元正把林宇石讓到沙化區 林宇石也沒有客氣 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喝什麼茶 正就問 我的嘴不吊 什麼茶都可以 林宇石把茶葉放在桌上 這個是兩個人第一次見面 林宇石沒有先說自己來的目的 只是跟齊元正說了一下唐舟這幾年的工作情況 也算是一個工作匯報 好林啊 你來我這裡是不是有事 不要收收賣賣了 我呢 從剛剛跟你聊天開始 又看得出來 你跟我一樣 都是爽快的人 你就開門見山 好不好 就說 好呢 這件事太大 不敢不回報 我還要向上級回報 南宇石面色陰沉地說 開始的時候 柴元正也沒有什麼在意 但當聽到林宇石說 還要向上級回報的時候 他心裡就並不一下 這個肯定不是小事 如果是唐州市紀委 即權範圍內的事 林宇石還用這麼急向上回報嗎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柴元正尋聲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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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舉報 這件事 這件事一定要落實再落實 板上釘釘才行 無論怎麼說 這個因為我們的同志 不搞清楚就落結論 柴元正嚴正這麼說 平交代 他這個副局長 少了180萬買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作為這個班子的班長 他是絕對不想聽到這個消息 但既然林宇石來回報 而且還要向上級幾位回報 那就沒有回船的餘地了 好吧 你去回報 我都要向上級回報 想不到會出這樣的事 實在是令人震驚 柴元正拍打了一下沙法的扶手就說 那我就先走了 實在不好意思 第一次來來這裡 就報這種這麼不信心的事 讓你添到 林宇石艱難地擠出一絲笑容 柴元正擺了擺手 什麼都沒有說 就在唐州政壇的大佬 為了這件事頭痛的時候 莫小魚卻安坐在畫室裡面 對面坐著的是蒙秋娜 她說 莫小魚手入筆的筆 時不時會樹起身 或者橫著 隔空比兩柱 蒙秋娜面部的尺寸 以便用最好的比例 將她畫在畫布上面 蒙秋娜很興奮 這是她來這間畫廊以來 第一次得到和莫小魚一齊單獨相處的機會 她小心翼翼 怕什麼地方也都莫小魚不高興 現在來春節的時間還有十幾天 現在去東北還是太早 而她今天難得沒事 所以在畫廊留多了一會兒 想畫一張美人圖 但就找不到毛特 於是就把蒙秋娜叫了上禮 這也是蒙秋娜第一次穿旗袍 莫小魚畫的是旗袍女人 房間裡擺放的也是民國時候的樣子 這些民國時候的家具 都是姬聖傑搜羅的 本來打算做古董家具出賣 但就被莫小魚留下了 房間裡的暖氣好足 蒙秋娜穿旗袍 稍微側了一下身 她一直都是穿褲 所以沒有那種長統的絲襪 莫小魚都懶得再叫她去買 於是就這樣側身坐著 畫了幾筆之後 莫小魚感覺不太好 總是覺得蒙秋娜的姿勢 怪怪的 停地畫筆 望著眼前的蒙秋娜 於是她發現了問題的所在 那就是蒙秋娜 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女生 而這件旗袍的開叉 稍微高了一點 蒙秋娜覺得很不適應 而莫小魚還要求她側身坐著 這就意味著她的大腿幾乎要全部都展現在莫小魚的面前 她還是有點害羞 唉 算了 你去換衣服吧 莫小魚坐在畫布前面就說 老闆 我哪裏做得不好 好啊 黃秋娜一侄就問 沒事 你做得很好 但你不具有一個無特的心智 你太害羞了 莫小魚委員這樣說 如果姬聖傑在 肯定會罵莫小魚流氓 說人家路得少就說路得少 還說甚麼沒有無特的心智 那不是流氓是甚麼 不是呀老闆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也是第一次做model 所以老闆 你教我吧 蒙秋娜不肯錯過這個好機會 莫小魚站在畫布後面 看著焦急的蒙秋娜 想了想走過去 對手按著蒙秋娜的雙肩 把她重新按回椅子上 包括頭放在哪裏 擺怎樣的姿勢 雖然是冬天 但她的手裏 她是要拿著一柄團線 刺激了民國時期的美女 最關鍵的是 莫小魚抬著她對腳 將她並攏在一起 向著一個方向擺放 但卻將原本 她扯過來 蓋著條縫的旗袍開叉 重新擺放好 在莫小魚的角度 可以一眼就見到 腳拿到大腿跟著 一條結白無瑕的肉帶 嗯 沒錯 就是這樣 唉 好漂亮呀 他突然這麼做 摩小魚入裡 顏色沉沉沉沉 然後退回到畫布後面 拿起畫筆 紅秋拿出身體 很紅 這是他第一次在一個男人的面前展露那麼多的身體 暴露的面積實在太大了 本來以為莫斯瑜是在搞事 是想著讓自己調整身體的時候 抽一下他水 但就沒有 他沒有這樣做 雖然有些身體接觸 但在這樣一個私密的空間裡面 莫斯瑜一點都沒有對他動手動腳 這也令他相信莫斯瑜確實是為了藝術創作 一個小時之後 畫作終於完成了 莫斯瑜不再看坐著的蒙秋娜 而是專注地看著畫上面的美人 蒙秋娜活動了下僵硬的身體 也走過來 站在莫斯瑜的身邊看著畫裡面的自己 嘩!真是好美 他把他的一切都描繪在畫布上面 包括他耳朵的一顆美人之 許許如生 莫斯瑜的 蒙秋娜掩著自己的臉上說 嘩!如果你願意 以後可以做我的無特 我會再給你一份工資 你如果不肯在店裡做店員了 也可以和基聖傑提出來 做專職無特 他亦是第一次發現蒙秋娜其實不是不 他只不過不知道怎樣打扮自己 靠衣裝 馬靠安 這句話說得真是沒錯 平時的蒙秋娜都是牛仔褲運動衣 但當他穿上最展現女人特色的旗袍的時候 一切的效果都出了禮 不用的老闆 我可以既做店員又做模特 蒙秋娜去了換衣服 這個時候基聖傑回來 見到莫斯瑜在畫室裡也走進來 嘩!嘩!這個不是蒙秋娜嗎? 我做了模特了 基聖傑酸甘甘甘地說 嘩!我只想跟你說 給他多一份錢 給他在外面請模特省錢 對了!你和他怎樣 莫斯瑜遞了支煙給基聖傑 坐在畫布前面 看著眼前的美人圖就問 哎呀!不要提了 狼友情妾無意 沒有下文了 基聖傑很屈滿 加大力道 用錢說 莫斯瑜起來 執取一下畫板 準備將畫廊在一邊的角落那裡浪桿 嘩!白答吧! 他如果真的要錢 那更簡單 我覺得我那些錢都可以扔死他 誰叫人家眼裡沒有這回事